同樣也是跟您的食安有關 美豬美牛開放進口之後 好多消費者在買這些肉品 都會更仔細來挑選 我們國內的萊克多巴胺合格指 就是0.01ppm 但是加勒佛在自主檢驗當中發現 其中的一批美國牛腱 卻含有0.012ppm的萊克多巴胺 就是超出了一點點 業者說這整批肉品在第一時間全面下架 不過這樣到底符不符合規範 但食藥署也做出了回應 大塊牛排在炒網上滋滋作響 這一口肉 您吃得安心嗎 翻開加勒佛的自主檢驗報告 萊克多巴胺0.012 硬是比標準值0.01ppm 多出一些些 業者不敢大意 加勒佛強調 檢驗結果出爐後 全臺各個分店都已經停止販售 但這樣的數值到底符不符合法定規範 在法規上是符合的 因為最主要原因是在實驗室的檢測的方式上 有四手五路的狀況 另外衛生局也針對其他在架上的 人藏牛肉產品進行抽驗 回局化驗 畢竟實安議題關乎人民健康 各界都要嚴格把關 華時新聞 吳全員張若福 黃平軒 桃園報導 她最不想的 stakes denk著 她的 숫落